经常会收到一些朋友们的咨询 问我们开一家日本拉面店都需要哪些设备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向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根据店铺规模的大小以及提供的菜单 其实会采用的设备也不太一样 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每一家拉面店都会用到的典型设备 第一点 开业时必须的基本设备 开日本拉面店必备的基本设备有 洗净清洗设备 冰箱冰柜 制冰机 工作台 炉灶台 煮面机 熬汤炉灶台 电饭锅等八个设备 不仅仅是做主菜单拉面所需要设备 做副菜盖饭等所需的电饭包 提高效率的洗净设备 几客人提供冰水用的制冰机等等 都是需要的 我们先分别介绍一下这些必须的设备 一 洗净清洗设备 这个其实不仅是拉面店 大部分的餐饮店都会有这个设备 日本的洗碗机一般是洗碗机的正面就是拉门 把拉门打开 就可以在里面放置需要洗的餐具了 然后把门关上后 就会自动开始清洗 清洗过程采用高温热水 利用水压和洗涤剂的力量清洗餐具 有很多小店觉得自己手动洗碗就行 但是自动洗碗机不仅效率高 省食 而且还会节省人工费 水费 洗出来的碗因为通过高温杀菌 所以更加干净卫生 二 冰箱冰柜 这个设备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 保存食材全靠它们了 就拉面店来说 比如保存做好的鲜面条 冷冻熬好的汤底等等 另外建议配一个冰箱专用的温度计 贴在冰箱冰柜上 从外面就可以确认到里面的温度 非常方便 三 制冰机 来日本旅游过的朋友们都知道 去日本餐厅吃饭时 点饮料之前 店员一般会先上一杯冰水给你 所以制冰机对于日本餐饮店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给客人免费提供的冰水外 夏天做一些凉面等清爽型的餐品 很多场合你都会发现 有冰块真方便 可以根据店铺的规模和菜单 选择制冰机的大小 四 工作台 这类面向餐饮店专用的作业台 有下部带收纳空间的 还有带小型冰箱的等等 种类和规格非常多 厨房里如果东西放的太多 会影响工作效率 所以建议选择一款 可以让厨房各种操作 都会流畅的作业台 五 炉灶台 很多拉面餐厅里都会有炒饭等菜单 因此我们需要最少一个炉灶台 可以是天然气的 也可以是电的 我们更推荐使用电的 这样更卫生更安全 操作也可以更容易标准化 有些时候也是需要热汤 或者制作其他东西 所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安装数量 六 主面机 主面必不可少的就是主面机 主面机有很多种 可以选择是用瓦斯的 还是用电的 我们之前也有视频介绍过关于主面的学问 主面看似简单 其实是需要注意很多细节的 但是有主面机 任何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煮出一碗好面条 在选择主面机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主面槽的数量 比如只有四个槽的主面机 根据店铺规模的不同 效率低 顾客的流动也会变差 比如做豚骨拉面 一般主面30秒左右就够了 但如果要做一些粗面条 主面时间甚至需要7到8分钟以上 所以你的菜单也影响着主面机的选购 七 熬汤炉灶 这种是熬汤专用的炉灶台 它的特点是 一般会放置的比较低 便于放置移动熬汤锅 一般也是可以选择天然气或电磁炉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还是选择商用的电磁炉 电磁炉可以使熬汤系统化 并且卫生干净安全 另外 如果是在店内熬汤的话 至少需要两个熬汤灶台 具体的可以根据你需要提供菜单而定 八 电饭锅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蒸米饭的 除了炒饭需要用到以外 很多客人还愿意喝拉面 饺子等一起吃 有些店铺也可以提供一些拌饭之类的菜单 所以准备一台电饭锅是必要的 除去以上这些设备 还有一些设备不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并且让拉面店的水平更高一个档次 如果有充足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添置的设备 一 是面积 对于小规模的拉面店来说 多数情况下都是采购面来提供 但如果想自制面的话 制面积也是必要的 随心所欲做出想要的面条 面条的品质高 而且质量稳定 既能控制面条的成本 又能向顾客推销讲究的自制面条 这样可以使你与竞争对手差异化 提高竞争力 新开的店铺口碑是很重要的 所以作为初期投资是很有用的 如果你的拉面店有一定的规模 或者将来打算再开连锁店的话 引进一台制面机还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有充足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添置的设备 二 绿汤机 因为我们都知道煮日式的拉面汤 煮好之后的过滤过程是相当辛苦和麻烦的 完全就是个体力活 有一台日式拉面汤专用的绿汤机的话 不仅可以过滤出更细腻的汤 也可以通过减少绿汤的工作时间而减少人工费 并且比人工过滤汤的量会更多 减少浪费 从而增加收入 所以这是一台非常划算的设备 如果有充足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添置的设备 三 糖心蛋包壳机 我们知道拉面里面一般都是配糖心蛋 也就是半熟蛋 一天提供多少份面条 至少就要准备面条的1.3倍的半熟蛋待用 可以想象一下 这么多的半熟蛋包壳要花多少时间 而且还不包括中途拨坏掉的 因为半熟蛋比较软 很容易包坏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导入一台自动包壳机 解放双手干些更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有充足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添置的设备 四 切葱鸡 与鸡蛋同样的 很多拉面里面也需要配很多葱 切葱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麻烦 那么切葱鸡彻底解决你的烦恼 而且它能把葱切得非常细 又省事效果又好 保证你用过之后就再也不想用手切了 如果有充足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添置的设备 五 尖角锅 日本的拉面店基本都会有日式煎饺子的菜单 当然用一般的平底锅也能制作 但是如果量大的话 用专业的煎饺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种煎饺机一般采用压力式煎饺方式 缩短煎制时间 而且有些机型还有抱食功能等 有助于操作的简化和效率化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主要设备了 除去这些设备以外 还有必备的 比如说电冰箱 洗手池 作业台等 这些比较常识性的设备就不一一介绍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 各种方便的厨房设备也越来越多了 采用设备代替人工无疑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投资设备虽然看似一下子要花一大笔钱 但是从长远来看 他会帮你节省人工费以及其他各种成本实际上是在往你的口袋里放钱 很多人不愿意在设备上花钱 愿意自己动手或找便宜人工 但其实从长远来看 人工是最难管理 最费钱 而且最不稳定的 一名好员工也只有两只手 所以不如让他同时操作几个设备 提供工作效率 另外 如果确实没有什么预算的话 也可以考虑购买二手设备 但是也要正视它的缺点 比如说有一些制造商已经不生产的设备 如果遇到问题还能不能享受维修服务 又没有零件可以维修等等 另外 如果是从海外厂商购买的话 还要事先调查好二手机器能否进口 否则购买了进不来损失就大了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点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